欢迎回来深入阅读说书会 前面的分享中我们有提到 开明的管理是马斯洛的理想境界 存在着许多假设 其中之一的假设为 员工和员工之间的关系都是很和善的 不互相对抗或是嫉妒 也就是假设种效的存在 什么是种个人行为有哪些影响 我们请Angel来分享 什么是种效呢 其实它有另外一个翻译的名词 叫做协同效应 又称为加成性跟协助效应 指的就是1加1大于2的效应 那种效它的意义呢 是在于你享受使别人快乐 使别人快乐的职位 那美国人类学家路史潘乃德 他首先将社会种效运用在 研究原始文化的健全程度 在他的研究中发现 所谓的统合机构 是指其中某个人 在追求自私的目标的时候 会无形的帮助了其他人 而某个人尽力协助他人之后 保持无私 也会在无形之中达成自私的目标 只有在低度发展的文化中 自私与无私才会产生 相互对立的关系 同样的观察个人的行为 也会有发现同样的情形 当自私对立的时候 就是有轻微的心理病态征兆了 那书中谈到种效 种效在发生的时候 会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样先说明 接下来说的种效都是发生在 假设健全的人格与健全的社会环境之中 那它有哪些特点呢 第一点呢 第一个 种效的概念是整体性的 当整体性越强 种效的程度就会越高 一个结构体的整体性越强 那它其中的成员相互依赖的程度 就会越高 彼此之间的沟通就会越顺畅 信任也会越高 这样的团队 就会是一支越来越强的团队 如此好的循环 你对你的伙伴产生越多的影响和力量 你自己就会得到越多 马斯洛他常常问他的学生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我想大家也可以问问自己 有谁相信自己会成就伟大的事业 谁会改变世界 你可以先保留你的答案哦 接着来想想马斯洛的第二个问题 如果不是你们 那会是谁 在他的这个问题之下 其实他的日记记录中 很多证据显示 马斯洛相信人们在工作中寻求生命的意义 希望能成就一番伪职业 当人们全心投入某件事 某件值得做的事 就会改变天下 马斯洛认为我们的组织 是一片肥沃的地 可以让人尽情发挥 但是呢 有太多人是任凭自身的潜力消失大 而不知发挥 好 这里又要讲一个很常在管里面 被提出来当范例的公司 是一家鼓励员工发挥潜力的公司 苹果公司 在1980年代初 苹果公司聚集了数百位聪明 有理想 喜欢冒险的员工 那他们都是被创办者 为大众开发电脑这样的愿景 所吸引的 而这群人呢 他改变了世界 成为当年在戏谷的一个传奇 苹果电脑的成功 其实不单只是他们 是领导品牌 或是他们拥有先进的科技 更大的原因是 他们创造了一个能让员工 尽情发挥潜能的环境 使他们能全心投入其中 并且在工作中 找到生命的意义 当然啊 也有人会不认同 觉得他们近期来的表现 很让人捏捏把冷汗 但是大家别忘了哦 现在的苹果公司 仍然有很多高接触管 是在开明管理的环境中 被培育出来的 以人力的观点来看 他们的未来 真是值得期待的 第二个呢 重效与良好的环境之间 有一定的关系 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他能促使自私与无私的融合 超越两者的对立 形成更高层次的统合 这个必须透过机构性的安排 使得个人在追求 自我满足的同时时 也能对他人有利 而当个人帮助他人的时候 也能使自我得到一个报酬 或者是满足 为什么重效需要在 需要在良好环境 这样的假设条件下呢 想想哦 假设优秀的人们 因为表现自身的优秀 而招来其他人的怨恨 嫉妒或是敌意 那他还有可能放心的 完全释放自己的潜能 展露天赋吗 又假设你走在路上 遇到需要帮助的人 可结果却引来了 像碰瓷之类的麻烦 那你下次还会毫不犹豫 愿意出首相就有成分 又有多高呢 因此啊 在重效的环境下 或者是最好最理想的情况下 他必须是要 不用担心会遭到恶毒的眼光 也没有必要担心说 会有负面的怨恨 或者是负面的价值啊 憎恨什么 憎善美啊 憎意美的这些 他才能发挥好的 善善的加成性 而从我们现在的社会制度来看 累进税率制度 就是一种遵守 重效原则的一个制度 钱赚的越多的人 税就缴的越多 虽然我们无法真正的看到钱 但当有人赚到一笔财富的时候 就能透过税收去加费更多人 要筹付 想办法让自己变得更富有 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心理 那第三点呢 就是重效会产生 互联的关系 发挥更大的效果 马斯洛认为 良好的管理 优秀的工作者 杰出的企业 良好的产品 良好的社区 良好的国家 以及其他一切良好的情况 他彼此之间都会有相互关联 如果你改善了社区 却不能产生好的结果 那这中间一定是出了什么问题 也许是制度不够测 或者是沟通不良 或者是团队的合作默契不佳 等等 那在前面我们有说过 在良好的环境下呢 长期而言 重效相互依赖 相互利益 以及对我有利 就是对你有利 这样的哲学是可能的 那就短期而言 在危急的状况中 不健全的环境 或是饥饿的状况下 就无法成为事实 在环境中 在环境还不健全的时候 马斯洛认为 能将个人和世界的同化概念 放进这个理论架构中 人类倾向于将世界 视为与自己相似的某个物件 而世界 倾向塑造出 与本身相合的个人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 个人跟自己的时候 他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因果关系 回馈的关系 就会更深刻 这样说还是很笼统 我用书中的一个例子来说明 爱思品公司是一间 是一间有着悠扬音乐 有丰富的自然美景的 美景的一个一流餐厅 那它位于美国的 科罗拉多州的 咆哮山谷的一家企业城镇 而它刚到这个城镇的时候 其实它也遭遇过很多的瓶颈 业绩衰退 然后当地居民不认同 那这个过程我就不细说 一样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翻书 我来讲最终的结果 就是这家公司 他们因为了因为遇到这些瓶颈 他们开始思考 如何利用公司的价值 以及与当地居民的价值 去做整合 为游客提供独特的旅游经验 结果他们的这个做法 为旅客带来很棒的旅游体验 也让城镇的居民觉得 在这个滑雪场工作 然后他为旅客提供的服务 是一件很充实又有趣的 这个就是整合了公司与当地的价值 去做互相关联 当个人与世界同化的时候 这样每个部分都能完整的整合 沟通良好 相互依赖的时候 他们整体的利益 的利益就能迅速流动 因此这家公司也就能赚得到钱 那听起来 中校的意义就是 在爱存在的时候 别人快乐 我们也会快乐 那别人自我实现的时候 我们也同样自我实现 我们和另外一个人的分化就消失了 我们就拥有共同的财产 变成我们 可以视为是一体的人 我们先休息一下